长风破浪是由中央电视台爱奇艺出品 如意影业 启门影业 东方全景联合出品 姚小芬指导 温良平编剧 黄一博 李沁 王洋领衔主演 张天阳 高禄主演 黄学奇特别出演 杨坤友情出演的民国敌战剧 长风破浪故事背景设定在1930年的上海 国民党中央银行职员为若来加入地下组织 在经济战线上与敌人斗争的动人故事 该剧于2024年3月21日在央视黄金强荡剧场播出 剧情介绍1930年的上海 为若来作为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普通职员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 逐步得到高级顾问沈图南的赏识 在此过程中 为若来见到了国民党金融领域的诸多腐败与黑暗 彷徨苦闷中 共产党员沈静真用马克思主义这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为若来的内心 不同的选择让他与沈图南最终分道扬镳 在组织的安排下 为若来 沈静真从上海转移到江西 为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参与到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分锁 这一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逐步成长为我党经济战线上独当一面的红色金融家 王一博饰演魏若来 原本是民国政府央行的一个天才之员 但在女主的影响下 她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潜伏在地下组织 传递情报 保护国家和百姓 李庆饰演沈静真 上海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工程系 是上海地下党联系人 是男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指路人 是他逐步将男主转变为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经济战线上的勇士